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包商银行要破产了 不要觉得你没有钱存在包商银行里面就无所谓了 这个事情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银行也是可以破产的 这已经是咱们新中国城以来的第三家破产的银行了 第一家破产的是海南发展银行在1998年破产的 它破产的原因是因为它兼并了一堆的农信社 结果这些农信社违规放贷 加上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了所以就破产了 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的个人储户跟境外的债务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有很多企事业单位的存款 破产的是河北省宿宁县上村农信社在2012年破产的 由于这个农信社破产的时候呢 债务人里面基本上已经没有个人储户了 而且它的债务又很少 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第三家破产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包商银行了 它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家 经过了司法破产程序完成了清算退出的商业银行 从理论上来说银行也是企业 中国银行的全称是什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啊 既然是企业就是有破产的可能的 只不过银行又很特殊 它要是破产倒闭可能会造成金融秩序的动荡 所以针对银行的监管一直都很严 想要把一家银行给玩垮其实挺难的 那所以包商银行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它其实是被它的大股东明天系给掏空了 明天集团一度只有包商银行89.27%的股份 在过去的15年里面 它注册了209家的空壳公司 通过347笔的借款 从包商银行占用了1560亿的资金 这些钱全部都没有还 全部都变成了不良贷款 去年的5月份人民银行和银宝监会联合接管了包商银行 这个月13号包商银行爆出一笔65亿的二级资本债 全额减计 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笔跟银行同业界的钱 咱们就一笔勾销了 一分钱也不还了 连本金贷利息就这么算了 可怕不 这是咱们历史上以来 第一次银行同业间的钢对信仰被打破 这样以来就意味着一些资产质量不是那么好的 银行发行人 以后会面临着很大的融资成本和融资压力了 最后说到底他最关心的还是万一我以后存钱的银行倒闭了 我的钱能收回来吗 其实这个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2015年的5月份我们发布了一个存款保险条例 这个条例简单类似就是说 如果你存在银行的钱是50万以下的话 全部都会还给你的 如果超过了50万的话 不好意思 等一下 等银行清算完之后 看一下还剩下多少钱 再按比例赔付 说到这里 机智如果立刻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万一我有500万要存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分成10个银行 更加保险一点呢